欢迎收看咱们的私教全新内部视频教程 超级聊天2021版本 那么在这一次的2021版本的全新超级聊天 和以往的超级聊天有什么不同呢 以往的超级聊天啊 我会教给大家很多华丽的技巧 复杂的概念 那么很多兄弟听着很过瘾 但是往往一用啊就会觉得 哎呀 序哥我好像用不太会 听着是听会了 但是一用就废 那么所以啊 这一次全新的超级聊天 我为了大家做了一些变革 我这一次不会教大家太多华丽的技巧 而是全部化繁为简 教大家最简单上手 但是有最实用的技巧 那么这次就是我们的2021超级聊天的特色 好 那么在我们正式想学习跟女生聊天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些跟女生聊天的基础原理 那么第一个叫皮球反射原理 什么是皮球反射原理呢 就说我们要明白这个女生的反应就像一个皮球一样 什么意思呢 你用力的往地上一拍 它就会弹得很高 但是你轻轻地放下来 它就不会弹 或者你轻轻地一拍 它就弹得很低 也就是说什么呢 皮球自己是不会弹起来的 是需要通过你的力量 才会导致它有反应 那么女生的反应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说的话 她喜欢听 那么她就会给你很大的反应 就会弹得很高 那么如果你说的话 她没有什么感觉 那么她可能就会给你很冷淡的反应 如果你说的话毫无力量 甚至无聊透顶 那么这个女生可能一点反应都不会有 甚至不回你的消息 所以说很多人说 哎呀为什么我遇到的女生总是对我爱理不理 为什么我遇到的女生总是很高冷 甚至都不回我的消息 记得不是女生的问题 而是你没有给她足够的反应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明白一个概念 什么呢 叫没有高冷的女生 只有不喜欢你的女生 很多人说 去个我学了你的聊天技巧 但是我遇到的女生 都不像你讲的那么的热情啊 我一跟她聊天 她都不怎么搭理我 她对我的反应 和对你的反应都不一样的 记得 不是所有的聊天问题 都能通过聊天来解决 如果你跟一个女生一开始聊天 她非常的配合你 非常的热情 很有礼貌 但是聊着聊着 她发现越来越高冷了 她越来越不爱搭理你了 那这有可能是聊天问题 有可能是她跟你的沟通过程中 你说错了哪些话 导致她不喜欢你 但是如果这个女生一来就很高冷 她压根就没有跟你聊天的欲望 那就说明了什么 那就说明她根本就不想跟你聊天 所以这个时候你通过用聊天技巧 去解决她高冷的问题 是不可能的 那么一个正常的聊天 是需要有一个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匹配 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做生意 或者说你是一个销售 你想去谈一个客户 你是不是要穿一身西装革履 然后呢 做生意的人可能需要搞一台好车 别人才更愿意跟你谈 如果你破一啰嗦 拉里拉发的 去跟别人谈 是不是你的几率都要 成功的几率都要小很多 是不是 那么再比如 你去参加一个高档的酒会 如果你穿了一身西装革履 那么你在里面 跟异性说话 可能别人就会很热情的跟你交流 那么如果你穿的 破一啰嗦的 拉里拉哈的 那么是不是里面都 可能保安都不让你进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这些所有的社交场合 都需要达到一个什么 门当户对 匹配的一个基础概念之上 才能进行正常的社交 那么我们跟女生一对一的聊天 她也是社交之一 她也离不开这个定律 她也必须要达到匹配的 这个标准前提之下 所以说 如果你之后再跟女生聊天 你发现她一来就很高冷 她都不跟你好好说话 你说一个你好 她都不会回答你一个你好 她反而是很高冷的 你有什么事 那这说明什么 说明她根本不想跟你聊天 就别再多费功夫了 好 我们还需要明白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跟喜欢的人聊天 重点不在于我们怎么去撩她 而在于我们怎么去描绘我们自己 这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可能听不懂 我说一个概念 你们就知道了 你去撩她 那是你在对她做某些事情 而你去描绘自己 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像这个白板一样 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们的语言呢 就像一个笔 我们要在这个白板上面不停的画画 那么最后你是画了一幅很美妙的画 让别人看着赏心悦目 还是一栋乱画 让别人看到 就像把你这关纸团起来扔掉 这就取决于你的语言了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的语言不是用来撩她的 而是用来通过语言 让她了解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是一个怎样的性格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品 你有什么梦想 你的喜好是什么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通过你的语言 别人了解了 哇 原来你是一个这样有魅力的人 于是别人就喜欢上了你 发现哇 你是一个又幽默 又沉稳 又高情商 又有梦想 又上尽心 又暖男 又绅士 等等等等的 众多优点 于是她被你吸引了 这是语言的作用 记得语言的作用是描绘你自己 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通过语言把你的内心世界传递出来 让别人了解你内心的一个工具 而不仅仅只是撩她 好 那么我们在正式进入聊天之前 还要学会最后一个概念 就是跟女生聊天的重点 不是你说话的内容 而是如何调动女生的情绪 很多人总是去想 旭哥给我一些可以复制的情感语录嘛 旭哥可以给我一些这种撩女生的话术嘛 就总想在这种说话的内容上下功夫 觉得我可能把这一句话说得漂亮 那么女生就会爱上我 错了 女生不会因为你说的一句话就爱上你的 那这样的话未免也太轻松了 那这一句话可以卖五百万 是不是 那么女生只会因为什么 女生只会因为跟你沟通 跟你相处的这个过程中 不停的被你调动情绪 一会被你气得粉拳打你 一会又被你逗得哈哈大笑 一会又被你的霸气所征服 一会又被你的浪漫所感动 那这样的话 女生会觉得 哇我跟你在一起 真的是各种开心 各种舒适 各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受 于是她才会喜欢你 所以语言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说各种华丽的话术 而是如何通过你简单的语言 去调动了女生的情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